新竹县关西镇每到假日就会涌入大量游客 长期塞车问题困扰地方 县议员罗士奇今天就在议事堂上 执询118县外环道兴建进度 县府表示5月已经进行了第二次专案会议 等县都委会审查通过之后就会提送内政部 关西镇坐拥牛兰河东安古桥河畔美景 还有游乐园假日涌入大量观光人潮 解决塞车县议员罗士奇在议会聚焦118县 外环道兴建进度 10条交通路线已经争取到7条 唯独我们关西这一条很重要的29.9亿的工程款 并还没有争取到补助 那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县府公务处 这个主管的单位积极的向内政部营建署来争取经费 赶快完成我们关西交通的建设 直询工程进度缓慢 不住经费也迟迟没着落 从110年2月完成可行性评估 长期卡在都市计划个案变更 罗士奇议事堂关注 县府回应外环道全长超过两公里 因为经费高达近30亿 加上未在都记内得先完成变更 去年完成第一次专案小组会议 下半年调查交通流量 今年进行第二次专案会议 待县都委会审查后就会提送内政部 而针对关西分住所第三期修复工程 原计划要争取6220万 最后获中央核定4500万 将修缮办公厅设和眷属宿舍 预计今年发包明年动工 另外的景观的部分是列为第二期 我想这个我们是应该 未来就朝这个方向来做 那第二个是有关于关西外环道的部分 我想这也是为了要让他能够做的成功 所以内政部的意思是 一定要都市调要变更完成 这样才不会有任何争议 所以我们才做了这件事情 那我想我们会很快的把这个都市计划 送到内政部给他通过 就可以来实施 改善交通关心文化发展 卢士奇也要求县府定期维护 时光和渡南古道 翻新劳作护栏 保障游客安全 让关西休闲观光品质向上提升